好我们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透过这个在台北市的室外及时影像 可以看得出来阳光已经露脸了 要告诉大家是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整个中秋节连续假期 其实整体说起来呢 台湾各地的天气都是蛮稳定的 大致上是多云的晴的天气形态 好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 在今天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部地区都会出现零星的雨势 但首先呢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要告诉大家的是 目前呢在菲律宾的这个东方海面上 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正以每个小时9公里的速度 持续朝着西北方向移动 现在呢外界预估 它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这两天呢就会成为 今年第12号台风名字叫做梅花 透过这个未来的这个路径浅示图 您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路径看起来是直直朝台湾而来 但是这个部分呢还有蛮多的变数的 因此气象局现在只能够预估 中秋节连续假期之后 包含了下周一还有下周二 这个热带系统再加上东北风 就会开始影响台湾了 不过因为时间还有点久 这个部分还必须要持续的观察 接下来卫星云图就要来关心的是 今天全台各地整体说起来 大部分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不过呢环境吹的是东北风 因此包含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震雨 另外呢在中午过后 中南部地区依旧要特别小心 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今天 包含了新竹至彰化 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地区 以及外岛的澎湖 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从事海边活动 还有海上作业 也是要格外的留意安全 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时序 慢慢进入秋天了 全台各地呢在今天开始 其实早晚的天气是偏凉的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低温的部分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大约落在24 25度 中南部26 27度 白天的时候呢 高温各地和昨天相比的话 温度会略为回升个1到2度 普遍来到31到33度 感受上整体说起来算是温暖舒适 好但是这当中要特别提醒 在台东线的网友 因为今天呢 依旧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可能性 在今天已经亮起了高温资讯的警示灯号了 好中秋节连续假期 明天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很关心 到底能不能够赏月 还有能不能够烤肉呢 我们来看到中秋节连续假期 9月9号到9月10号 就是五六 整体说起来呢 全台各地是多云的 请的好天气 中秋节当天呢 北部还有东半部的云两 比较多一点点 因此气象局说了 想要赏月的话 要碰运气 好越往南部走 赏月的条件来得越好 但是呢 中南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的就是 在午后会有雷震雨 等到这个雷雨消失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又圆又大的月亮了 好另外呢 从礼拜六晚上开始 一直到礼拜天 早晚的天气 其实是比较偏凉的 到时候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各地其实早晚温度有点低 偏凉略有凉意 好如果有需要的话 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出门 另外中南部的朋友在今天 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的雨室 同时呢 在今天东北风 狭带着微量的境外臭氧移入的影响 因此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不太好 这个部分也务必要多小心了 以上呢就是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 它是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